不知道有沒有玩過一種遊戲 潛藏或是聞它都聞到一股臭到不行的死味 咬下去第一口 滿嘴的噁心從喉嚨裡面湧上來 難以下咽 但當你繼續咬下去 咀嚼它 你會發現在這片惡臭當中 帶有那麼一點點微小的上癮香味 不知不覺又再吃了第二塊 再第三塊 然後你會發現 你好像沒有那麼討厭它了 甚至可能還有點喜歡 這就是墮羅之王2023給我的感受 你會知道自由 如果你會聽到它 你會知道 由Hexword開發CiGames發行 是2014年的同名類魂重啟作弊 這款重啟從預告推出的時候就非常受到矚目 而稍早發售的Lyso P跟Remnant 2 也稍微助長了它身為一款類魂遊戲的熱度 不過隨著超高的期待值也伴隨著巨大的失望 遊戲縱使在外觀上非常的吸引人 實際體驗的手感卻是相當糟糕 開賣當周 先撇除那慘不忍睹的優化 連角色移動這麼基本的元素都讓他感受到一股失味 移動的慣性非常大 翻滾的方向也設計不良 你想往哪躲 他一定往反方向滾 鏡頭設計更是爛到不行 絕對沒有一次玩家是可以直接鎖定到想要的目標的 一定要來回切換好幾次 過程中你已經死了好幾次了 -你已經死了 -什麼?! 於是你打不到怪物 翻錯邊還不小心滾下山來 沒了魂沒了耐心只能大喊fucking shit game就下氣坑 但我覺得這不是我 連來手批我都度過了 繼續一點點設計不良算什麼 繼續問下去 我就發現這款遊戲的核心中 還是有香的部分 就是可惜投入的成本實在是太高 接著就來仔細的拆解 為什麼認為這款遊戲縱使缺點不少 卻依然深得我心吧 接著就從地圖開始聊起 我發現許多人都喜歡拿Lyce OP與墮落之王相比 認為Lyce OP才是真正抓到火焰的精髓 只不過其實並不是如此 SOP做的出色的地方是它的怪物配置合理 而不是關卡設計本身 這等等會提到 Rozor Fallen這款遊戲把魂1最令人驚艷的特色 完全連接的地圖帶回到魂的世界之中 以貼面知曉作為中心向外延伸 當玩家辛苦的打完一個副本 繼續向前進的時候發現熟悉的光影與建築 那種回到家的感覺真的會湧現出來 各個副本的連接也都做得很巧妙 沒有深入去探索遊戲的整張地圖 甚至會漏掉好幾個主要區域 也難怪很多人給予遊戲副品說遊戲讓他迷路 拜託 當初魂1沒有傳送來到Ash Lake 那才叫痛苦 這個迷路算什麼東西啊 反倒是Lights of Pete的地圖 個人來說其實有點太一本道 過程中幾乎沒有任何驚喜和秘密 不過這也讓開發主更好優化每一次的 躁鬱戰體驗 讓遊戲的戰鬥體驗好傷不少 回到Rozor Fallen 遊戲的地圖設計還有個特色 那就是引介的存在 遊戲中玩家可以隨時進入另一個資源探索 隱藏的道路 重要的資源等等 都為著這個世界出現 大幅的增加探索的耐玩性 每次探索都可以有兩次極然不同的體驗 可惜的是這個引介雖然很酷 而且實際應用的方式也非常有趣 但他其實有個很大的矛盾設計點 那就是玩家必須死亡一次才能進入引介 不是我在自誇 會玩魂遊戲的玩家一定都是步步為一 對每一個角落 每一個噁心人的常怪點見怪不怪 當初發射的時候 很多玩家都在說這款遊戲的怪物配置很噁心 但被魂2跟人王1洗禮的我 根本想而渴啊 每個角落哪裡可能放怪 都在我的預測之中 自導之5在推出的時候幾乎從來一次都沒有死過 你說這不是很好嗎? PM的遊戲主線設計成你一定要在某些地方 進入引介才能通關 玩得好反而不被鼓勵 後期我連兩次探索都懶 直接進入引介 讓正常的世界存在形容虛設 但這裡又遇到兩個問題 那就是堆怪跟火點配置 遊戲的地圖設計原本可以有8分 加上堆怪直接剩2分 再加上火點剩1分 你知道引介的怪是無限生成的 而且出現位置是隨機的 正常世界的堆怪方面 已經逼近混為了那種惡高等級 每次跑圖你背後會跟著 將近20-30隻以上的怪 更慘的是只要玩家沒有改變高度 他們會永遠追到你死掉為止 體感上幾乎沒有任何距離甚至 裝備等級沒有起來 根本沒辦法跟這些無雙大軍抗衡 讓整個一屆的體驗在前景極度的糟糕 另外遊戲的加油能自己放置小火點的機制 雖然這個看起來是不錯的機制 但在首輪玩家不清楚地圖設計的時候 那種才剛剛放完 結果馬上遇到大火點的挫敗感 真的是蠻惱人 遊戲在大火點的配置上實在是太少 很多BOSS房即使走捷徑 也要花一段時間才會到 他們居然還敢把NG家的火點拔掉 自己是抱持著否定的態度 想要營造出婚姻的緊張感 應該是把傳送拿掉 而不是火點本身 開發主有點搞錯重點 浪費了遊戲明明出色的地圖設計 玩得好技術好沒有辦法正常過關 想要探索又被堆怪跟火點搞 個人是都忍過去了 到了中後期開啟真無雙 才開始對這款遊戲的APP失手 不過我也完全不怪止氣根的這些人 撐不到好玩的中後期 畢竟遊戲裝備沒起來的體驗 真的是慘不忍躲 我認為遊戲的設計應該要大改一下 地圖設計改成玩家不需要基於影界 也能正常的通關 並增加影界限定的獎勵 鼓勵厲害的玩家主動挑戰影界 一般玩家也能正常的通關 在當玩家二輪裝備起來以後 也會自主的想要嘗試進入影界挑戰 拿更多的稀有道具 身為一款遊戲 正向回饋可是相當重要的 而Rose of Fallen目前最大的問題就出在這邊 剛剛說了那麼多 結果好像變成有點小小的抱怨 但接下來才是遊戲真正大方一彩的地方 那就是遊戲的戰鬥操作以及配裝的自由度 如果有人在某些地方 FromSoftware 可能還真的可以向他們討教一下 這應該是我近期玩過的操作最直覺的類魂了 遊戲在魂的戰鬥操作上做出了非常多的優化 原生武器的切換跟操作變得非常流暢 每次做火還會補滿彈藥 不用重新刷 跑步可以像其他遊戲一樣按下左搖桿 魔法可以手動瞄準 看哪打哪 另外不管裝備什麼武器都可以坦反 雙手武器還有類似於法皇的特殊動作等等 這根本是魂類遊戲操作全明星 我在玩遊戲的時候最討厭的就是角色不受控 而這個問題在拉手屁就非常明顯 而多羅之王這方面就取得一個很好的平衡 玩家還是需要自己攻擊的動作 但出一點錯也不會到完全站著等死的地步 個人非常希望未來的魂可以效仿它的操作模式 只不過那個慣性可能就不要學那麼多 多羅之王的角色攻擊移動距離實在是有點太大了 推圖過程中我幾乎都疊死了 操作本身流暢以外 遊戲的配裝更是多樣化 除了基礎的Strength Dex Build以外 還有三種魔法分支 Residence、Inferno 跟Umbro 加上武器符文、提燈的被動 最後的要素加起來 絕對有十幾到二十根裝備 可以自由搭配玩家心目中的玩法 而在西點方面 遊戲也相對於其他類魂簡單很多 不知不覺我就嘗試了好幾種Build來玩 時間就這樣消失了 最後就來幫Rod of the Fallen做一個總結 這款遊戲重視問題很多 我一人相當喜歡它 尤其是在地圖設計跟配裝方面 完全超乎我的預期 那種魂1的養處 確實有被騷到一點點 雖然遊戲的完整度跟其他細節的地方 跟近期推出的Lights of P完全不能相比 不過這一款卻更能吸引我的實驗魂 想探索更多想配更多裝 想拿到更多的隱藏要素 還想要嘗試自己在這類型遊戲中 一直都沒有深入去了解的PVP 我認為如果是喜歡傳統的類魂 對魂1跟艾爾登有興趣的玩家 調整一下心態可以考慮入手 雖然前期體驗極差 但如果有朋友或是裝備起來以後 玩成真無雙的樣子 我相信這款遊戲絕對值得 那這次有關墮落之王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內容 歡迎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想知道更多消息的話 也歡迎追蹤我的FV粉絲和IG頁面喔 最後謝謝你看到最後 掰掰